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不久前 中国宣布了一项关于半导体行业的新规定 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而令人意外的是 在这一新规定公布仅仅五天后 荷兰首相吕特宣布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他将率领联合政府集体辞职 7月7日 荷兰首相吕特在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后 向媒体宣布 因为不可化解的分歧 他决定解散由四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向荷兰国王提出全体内阁总辞职 他本人也已经向国王递交辞呈 在举行下一届大选之前 内阁会议看守行事运作 评论界人士普遍认为 这可能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的战争难民有关 冲突爆发之初 大力支持乌克兰的西方欧洲国家 对接纳乌克兰难民积极性很高 几乎没有设立多少门槛 但随着难民越来越多 大量欧洲国家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尤其是一些比较受难民青睐的国家 如荷兰 政府面临着相当大的社会治安和财政压力 开始逐步调整对战争难民的态度 荷兰以首相吕特领衔的内阁提出了 限制难民涌入荷兰的新政策方案 主要内容是限制已抵达荷兰的战争难民儿童入境 并规定申请庇护的家庭至少等候两年才能团聚 从理性上看 这是一个对荷兰有利的提案 不过却遭到了内阁其他党派的强烈反对 最终骑虎难下 导致了内阁倒台 这个决定与中国新规的时间关系如此之近 不禁让人产生一些联想 实际上 这些年来 中国和荷兰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荷兰不仅是中国位于欧洲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 而且 荷兰也是中国企业在欧洲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 仅仅是在2022年 我国与荷兰的贸易总额就超过了8684亿元 正因为如此 荷兰对于美方的打压措施也一直都没有表态 因为荷兰不想因此失去中国市场 不过 在老美的不断施压下 最终荷兰还是和美国日本一起签订了三方协议 如今 荷兰也没有顶住美方的压力 并宣布了对DUV光刻机设备的限制规则 荷兰将从9月1日起 正式对DUV设备实行出口管制规则 到时候 ASML公司的设备只有经过允许才能对外出口 很显然 荷兰已经倒戈了 并站在了美国一方 而中国也在最近公布了相关反制政策 限制加折等半导体生产必要材料的出口 采用荷兰模式 经过允许才能出口 而这也相当于是一种对等反制了 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 不管断供芯片还是断供上游材料都不被看好 此举必然会给自身造成一定影响 但面对老美没有任何国际法律依据 单方面对我国发起的芯片及设备断供 一再的让步只会让我们步入绝境 我们不得不做出对等反制 那到底谁受到的影响更大呢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受到的影响会更小 老美受到的影响更大 为什么呢 我们拨开迷雾谈谈这个话题 首先 从设备方面来说 中高端DUV光刻机被美日和断供 但ASML还有一款精度为38纳米的 1980DI型号DUV光刻机 ASML官方表示 这款光刻机支持7纳米工艺 但需要经过多次曝光 言外之意 14纳米等成熟工艺芯片的量产 相对也更容易 放眼望去 国内芯片产能大部分是28纳米等成熟工艺 14纳米虽然以时间量产 但出货量并不高 没有ASML的EUV高端DUV光刻机 但影响并不算太大 14纳米工艺外加芯片堆叠封装技术 完全能满足消费终端产品的需求 只是竞争力略显不足 而在需要大算力的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服务器方面 这类芯片其实并不太需要 类似于像消费电子设备那样 依赖单核性能 而是多核并发能力和集群能力 比如华为云盘古AI大模型 已经正式发布 单集群2000PFLOPs算力 上千张计算卡组合而成 算力相当于10个新一代天核超算 而盘古大模型所需要的升腾AI芯片 其生产与产量1980DI光刻机 基本可以满足 其次 关于这次我国所管控的 加合者及其化合物 这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先进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核心原材料 比如第四代半导体材料 氧化加做成的晶体管 一张纸那么薄 就可以承受住8000伏的电压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在2020年就取得了验证 这是高性能计算不可或缺的材料 应用前景广泛 而褶化合物也是制造 射频 通讯 光伏产品的重要原材料 比如雷达 战机 6G通讯 新能源 这些都是大国未来几十年博弈的关键领域 而传统硅基芯片已经算是西洋产业 当芯片工艺逼近物理极限 下个芯片时代随时都会提前到来 更重要的是 老美并不容易解决 加合者原材料的问题 中国金属加储量世界第一 占全球的90% 中国折储量占世界的41% 产量占世界70% 虽然老美有自己自产的可能 但还有两个非常让他们头疼的问题 一方面 提炼 冶炼 打造供应链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 产能受限 必然会影响成本的大幅提升 从而影响美相关高科技产业的性价比 降低产品竞争力 相比而言 我国更容易实现中高端光刻机 及高端芯片的自主可控 首先 这些年 国内企业及科研机构捷报频传 国产高端光刻机所需要的 DPP EUV光源 双弓箭台 物净及半导体材料 纷纷得到突破 而且 上海微电子DUV光刻机 早已通过技术认证 国产DUV光刻机落地 很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 其次 我国市场规模巨大 研发投入仅次于老美 还制定了75%芯片自给率的目标 市场决定了研发力度 这是老美不具备的优势 另外 我国在下一代 芯片技术方面后劲十足 竞争态势远远优于 传统硅基半导体 比如光子芯片 预计今年就能实现投产 碳基芯片 量子芯片等领域 拥有大量专利 完全摆脱了西方的前置 在中国限制家和者的出口后 事情也突然反转了 美国国防部表示 目前没有家的库存储备 正积极采取措施 包括自己开采家者等 而韩国也表示 目前韩国也没有家者的储备量 希望同中方协商沟通 日本则迅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表示会与中国沟通协商 一旦得不到足够的家者 众多的产业都会受影响 比如美国的航空航天 武器等产能受影响 日本的半导体设备 韩国的芯片 OLED平等都受影响了 他们能不慌吗 荷兰虽然已经成为了 美限制阵营中的一员 按理说 美方会为荷兰这个盟友撑腰 但是谁也没想到 反转来的这么快 有美媒消息显示 是荷兰自己确认了 禁令的限制规则 荷兰对DUV设备的限制 和美方没有关系 很显然 老美已经开始甩锅了 而荷兰也表示 我们被坑惨了 在吕特辞职后 ASML公司宣布 中期已经黯然离去 其订单数量同比下滑了8% 公开表示 离不开中国 根据数据显示 三方协议签订后 ASML新增订单数量 同比下滑了46% 同时 国内市场对ASML而言十分重要 作为其第三大市场 国内市场的市场份额 超过了14% 然而 荷兰政府宣布 将限制部分型号的光刻机出货 进一步限制了ASML的出货范围 在这样的背景下 此前出台对华限制政策的荷兰内阁倒台 荷兰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显然会进一步增加 而且 对荷兰而言 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政策 主要还是源自于美国施压 考虑到种种因素的叠加 此次内阁倒台 可能会促使新内阁 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相关政策 以便纾困荷兰经济发展压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